哈囉大家好 我是Prissey 薩薩 今天呢是 外國人為什麼來台灣的單元 耶 黑素食 耶 你好 你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你來這個單元 來我的 來我家嗎 謝謝你 因為那個黑素食是我來台灣 第一個認識的外國 YouTuber 真的假的 很開心 那今天我邀請到黑素食是因為 他也會常常用外國人的角度來分享一些 文化的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有很多問題想要問黑素食 沒問題 那我都會問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會想要來台灣呢 你是西班牙人嗎 嗯 這個是一個說來話長的故事 可以給你很多原因 我給你講簡單的幾個故事 第一個是我10歲的時候 第一次我去吃中式料理 那時候決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我最喜歡吃中式料理 然後第二個是我比較喜歡亞洲女生 欸等一下我聽到重點了 為什麼我比較喜歡亞洲女生 我很好奇 喔 欸我會被罵 欸真的嗎 是我個人喜好 我從小時候就喜歡亞洲女生 然後比較不喜歡西方 欸 對女生 對不起西方女生 哈哈哈哈 但是 好意外的 我覺得亞洲女生比較有女人味 欸 我很真實 我真的這部分有一部分是蠻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故事是2001年 就我開始學中文 其實我從小時候對不同國家的亞洲文化 就非常有興趣 那我可以再問一下嗎 就是因為亞洲有很多國家嘛 然後有日本啊什麼的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會調中文 沒有 故事還沒有到那邊 喔 好對不起我太急了 好請說請說 從小時候非常喜歡一些港片 喔 西方亞平常的看得到港片 真的假的 喔我在日本都沒看過欸 20年代、20年代港片是非常非常有名 日本更不用說了 我小時候的啊 最經典可能的動漫是 蘭馬 啊 蘭馬 我很喜歡 吉隆珠 啊 Dotangonboru 對 Dotangonboru 是幾乎每個人都看過 還有 Kaptan Tsubasa 啊 Taften Tsubasa 啊我知道知道 這個是我小時候的語音 我從小時候非常喜歡 天啊 你好有那個文學素養喔 好有氣質 我覺得沒素 所以就還蠻喜歡 然後呢 我大概20歲的時候 就開始很喜歡中文這個語言 跟一些影片 我非常非常喜歡看影片 然後台灣有非常多很棒的導演 比如說 楊德昌 然後呢 楊德昌在2001年 他拍了一部電影叫 一一 一二三的一 那部電影就是一個台北故事 看到那部電影覺得 太有趣了 啊真的 我非常想要來台北過生活 所以我就 好感動的感覺 哦難怪會選到台北這樣子 嗯 有一個夏天 我去愛爾蘭上班 就是順便學英文 然後我在那邊的時候 我的鄰居是中國人 所以他開始教我中文 然後我覺得蠻有趣 所以我就回到西班牙 就報名學校 然後學校的老師是台灣人 學校的書是台灣著版的 所以我一開始學注音跟真底字 也被稱為反底字 但是我比較喜歡用正底 所以就慢慢的靠近這邊 然後有一天找一個可以來這邊 念書的機會出來 哦哇 因為我會對黑書士感到很親切 是因為黑書士來台灣有14年 因為就我跟他差不多就覺得 欸聽到這些故事我也覺得 真的很開心 還沒有智慧新手機的時候 對對對對對 那時候就來了我們 那其實西班牙跟台灣在歷史上有遠遠 在台灣還沒被開發 沒有在明朝版圖上面的時候 西班牙人就先來台灣了 有一句 In Ha Promosa 那一句話是 葡萄人說的呢? 還是西班人說的呢? 還是荷蘭人說的呢? 這個是葡萄人說的 跟西班牙沒有關係 Promosa 就是你的意思是漂亮 但是西班牙文應該是Isla Hermosa Oh Isla Hermosa 所以不一樣 像台灣有紅毛層嘛 那會被叫紅毛是 西班人都是紅毛嗎? 哈哈哈哈 會很白癡的問題 這個喔 這個是有一點敏感的問題 喔真的嗎? 因為紅毛層 這是西班牙人開的 Fuerte Santo Domingo 這個多明哥神的 或是多明哥神的城堡 然後這個是西班牙人開的 但是被叫紅毛層 是因為後來荷蘭人用的 因為荷蘭人那時候跟西班牙有一點中途 因為那時候 西班牙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帝國 下一個全世界最強的帝國是荷蘭 所以說荷蘭有一點打敗西班牙 這個跟台灣也是有關係的 所以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被稱為紅毛層 我覺得有一點過分 因為西班牙人不是紅毛 那個是荷蘭 哇這個問題很有趣耶 像剛剛有講到說 就西班牙有佔領過台灣嘛 那這個是對於一般西班牙人民來說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嗎? 大部分的西班牙人不知道曾經有曾經過 而且不就是台灣 只有台灣的北部 就基隆跟黨水那邊 那這樣子來說的話 就現在現今的西班牙人民 應該還是會有蠻多人 還不知道台灣這個地方 嗯 我非常確定 很有家人或是一些陌生人 他們聽過什麼地方就很遠 連我家人也問過我在中國過得怎麼樣 哦 就超生氣 但是還是有一些人會問 我在西班牙的學院就說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問我 我知道你住在台灣很久了 然後很喜歡那邊 然後我想要多了解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因為我聽說那邊有一些重途想要了解 我覺得很棒 很少會遇到西班牙人知道這件事 但是有一個東西 每一個西班牙人都聽過 就是Made in Taiwan 就是台灣製造 80年代、90年代 很多很多產品都是從台灣來的 它是什麼 比如說電腦啊 或者電動啊 很多三次產品 所有都是從台灣來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知道Made in Taiwan 其他東西不一定 了解了 那剛剛講到的紅毛層 它的原名叫聖多明哥層 還有另外一個叫聖薩瓦多層 我想知道為什麼關於西班牙的都有聖這個字 西班牙是一個天主教國家 多天主都是一些轉教改的 或是很多城市也是轉教改的 很久很久之前 宗教在西班牙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現在還是但是也沒有那麼誇張 其實不只是台灣 很多美國非常有名的南部的城市 都是用西班牙文 比如說洛杉磯的英文是L.A. 但是原本的這個名字是Los Angeles 是西班牙人開的 就像是San Francisco 然後San Francisco也是西班牙文 所以就很多南部的地方 本來是西班牙 所以當然是用西班牙文的 哦 原來那些都是西班牙文 都不知道耶 我學了一課 因為西班牙有佔據過台灣短暫的時間 那想請問一下你覺得 在台灣看得見西班牙文化留下的印子嗎? 差不多是沒有 就幾乎就是沒有了 看不到 就只剩5集 還有一個我很好奇的問題 因為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日本有一個節目叫做 日本太太好吃精 我沒有看過 好 沒關係 然後呢 因為他有一集就是在採訪西班牙 然後我就看到 他說西班牙有一個東西叫做Siesta 是他們的午休時間 他們的午休時間非常的神聖 全國的人一定又非常的安靜 你連洗衣服啊 通個廁所啊 可能會被鄰居罵 還有專門Siesta這個午休時間 處理糾紛的專門的律師 讓我覺得真的很驚訝 真的是這樣子嗎? 嗯 不是 哦 不是 哦 真的嗎? 西班牙有Siesta? 就是有午覺嗎? 有 哦 是有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睡 第二個沒有什麼神聖的 當然如果你在家 然後大家都在睡覺 然後突然你想要彈吉他 就你家人當然會生氣啦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你的鄰居也不會抱怨什麼 然後也不是你不能上廁所啊 或是說這些廢話 而且你知道我什麼時候開始看到 比較注重Siesta嗎? 嗯 就是台灣 咦? 因為我們在辦公室沒有人會睡覺 啊 對對對對 這個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台灣的學校也會睡午覺 我一開始來也是文化衝擊 然後怎麼會在學校睡覺 辦公室也會睡覺 台灣有無睡的習慣 對啊 西班牙人 我很記得有小學睡午覺的習慣 但是國中高中大學就一定沒有 然後我辦公室是太離譜 所以我第一次在這邊上班 然後看到有台灣人在睡午覺 我如果有點嚇到 喔 我也是 黑書是證明的 原來日本的節目呢 並不是那麼誇張 喔 所以反而是台灣的五歲 還比較盛行 欸 那我聽說啊 西班牙人平常在約會 在聚會的時候 都會習慣得起到有這件事情嗎? 不是每個西班牙人 但是有 有人會知道 了解了解 台灣也不是每個人都會知道 但是也很多人會知道 那你這樣會不會很習慣 在這方面 我覺得台灣比西班牙好一點 有一些人會說 我們是不是習慣遲到一個小時 沒有 普遍現象大概 我們會覺得遲到五分鐘不算 喔 不算遲到 對 你遲到十分鐘還好 但是如果你超過十分鐘 我們會覺得遲到然後你不應該 但是也是長見的 有一件是滿有趣的 我在西班牙最好的朋友 他是日本人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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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非常西班牙話 所以他常常會知道 但是他有一段時間 在日本公司上班 公司常常會罵他 一定 一定 日本 日本不可以知道 而且要工作 不行 不行 而且不但是不能知道 還是要找到 一定一定就是一定 但是我朋友就已經非常的西班牙化 所以正常被罵 有時候我會知道 但是也不是喜歡知道 而且我會盡量避免這些 就是如果我跟西班牙人約會 我基本上會帶一本書 知道之後我可以開始 那我還有聽說過西班牙人吃飯 好像一頓餐可以吃一個小時以上嗎? 嗯 會 會 我覺得兩個小時 上一個小時也有可能 什麼 一個餐吃這麼久 對 因為我們不只是吃飯 吃飯也是可以跟朋友見面的機會 也是可以聊天 也可以是喝一杯咖啡 所以我覺得其實跟台灣雖然有差別 但是我喜歡交流跟朋友或是我們的同事交流 所以我們可能是吃飯的時候 也不是每一個人 也是要看有沒有在上班 如果是在上班 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喔 像日本會有 飲食 那個喝酒的文化 就是他會喜歡續船 一直換一間 繼續聊 繼續聊 那西班牙也是這樣喔? 是 可能如果是晚上的時候 我剛剛是在講是中午 但是如果是晚上的時候 我們習慣可能跟朋友先吃個飯 然後我們可能會去某一個地方喝酒 然後我就說這地方我們覺得 OK 我們去下一個酒吧 然後繼續聊 因為喝酒對我們來說不是只有喝酒 不要是跟朋友聊天 聊天喔 聊天 從小時候都是XX 然後用汁 真的嗎? 七八養人也會用XXX 沒有 沒有 只有我 欸欸欸欸 那你 那你 八道三餐人 真正在裡 偷吃 九頭三餐人 是 八道三餐人 就在攝影 十一度 五嘢人 從小巧樂 喝酒 喝酒 喝酒